一个原因就是因为2000年 2000年发生什么事呢 各位如果去查一下历史记录 你会知道2000年的3月 纳斯达克股市大崩盘 纳斯达克是美国的科技股 科技股大崩盘的结果 整个网络产业就本来就是 一直往上涨一直往上涨 突然之间全部掉下来 我那时候刚好就跟同学也在搭这个乐场 然后算是我去协助他创业 结果就很惨 那时候我还在念博士 念博士的时候 最后我就决定放弃了 这个没救 对算了回去念博士 所以就回去念博士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站在这里教书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博士有念下来 所以我才在这里教书 那可是 各位这一代其实你们面对的就是台湾产业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没有网络产业 那大陆的产业起来 然后呢 我们的产业正在衰退 那硬体产业呢 逐渐的被牵食 因为现在软硬合一的情况非常的明确 而且软体主导硬体的情况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台湾没有软体产业 没有网络产业的结果 就是硬体产业也会受到影响 那台湾的软体网络产业没发展起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之前硬体太强 硬体太强有什么效应 为什么会发展不起来 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 因为硬体钱多嘛 你同样的技能你可以用在硬体上面 也可以用在软体上面 那你干嘛不去有钱的公司 你干嘛去穷的公司 所以会有排挤效应 硬体产业会排挤软体 那台湾又很小 你不可能说全部都压 但是一压到那个硬体产业 哇不得了那个资金下去一千亿才盖一个厂 那那吸金的效应是非常非常严重 那可是虽然2000年3月我们很惨 那各位现在也没有看也没有看到我很惨 我还是在这边教书 所以再惨的状况也只不过是就就挂点而已 那就是就是直接挂掉而已 那所以这也没什么 那所以我现在 上次我其实给各位看了一个 上了几课啊 十课对不对 还记得我们上次上了十课吗 book down 我上到第十课 有印象吗 没印象 糟了 那这算是老师的失败 居然没印象 好 好我们上了十课你们都没印象吗 book down 就是我们上的那个专案啦 诶 可能这样讲你们没有印象 诶我们上了十课诶 千千万不要跟我说你们印象 诶而且我我不是用这个专案上 我还做全记录诶 完全没有印象吗 诶我们不是讲show down然后mout down然后呈现然后接下来静态伺服器然后用show down的伺服器然后 loud server还还跟各位介绍pure css都没印象吗 都没印象 都没印象 有有啦 有些人有一点印象 对 后来我们要用样板引擎handlebar然后再介绍怎么样子做一个有样板引擎的server 然后接下来我开始把它模组化后来加入数学式的cartes 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了edit server 就到这里我好像就讲 就那时候做到这里 这几个礼拜我又做到第七到二十课了 十六到二十还没上传 那大概是这样 那各位会想说 诶那我们上这个 就玩具嘛玩玩而已 不是这样 就是其实你会写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真的拿来用 你可以真的拿来用的东西 你就可以拿来让别人用 别人也也会想用的东西 你就可以拿来收费 你可以拿来收费 你就可以开公司 你可以开公司 你就可能会赚钱 所以这种东西不是真的没用的 但是 就是大家其实是看不到 看不到 因为台湾的网路产业几十年来 几乎没有一家成功的 好 那少数少数算是维持还ok的就露天 Yahoo 之前的无名小战 后来也被买了 对 之类的这些 那没有很多 那通常是公给内需的 伯克莱苏店 之类的 就没有了 那可是 这二十年来 你看那个大陆的产业 二十年前马云还在干嘛 对 但是问题是现在 现在他们在干嘛 我们在这里干嘛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二十年就白完了嘛 对 所以 我觉得 既然我们会写 我们就拿来用 拿来用 就给别人用嘛 给别人用 那就收费嘛 你不能总是永远让人家用免钱的嘛 如果有人愿意缴钱来用 那你就可以开公司了嘛 就这样 所以 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 这些城市好像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对 我觉得好的东西就是简单 干嘛 一定要搞得很复杂 商业模式 对了才重要 城市 永远都可以改 OK 所以 各位现在学了这个 你不要想说 哦 我学完了 然后呢 没了 那 你学这个有什么用 就没用了 你学了就是要用 你真的拿去用的时候 你就会进步神速 你学了不用 那就 就像那个 金庸小说里面的周伯通 你会左右护博之数 你的功力强的不得了 没有人可以做到那些事情 问题是 你没办法用 对吧 那 那 哦 所以 所以 各位 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就是 你现在学会这些东西 你觉得很 还很少 你觉得我们学的东西很少很少 但是 我们已经教你这些东西的话 你拿来用 你就会进步神速 你永远不用 那 你 不只会 不只会卡在那里 还会退步 而且全部忘光 OK 所以 我决定自己来淌个浑水 淌个浑水 做什么事呢 我决定把这个 专案变成一个网站 而且要对外营运 好 那这里就碰到一个问题了 诶 老师可以开公司吗 哈哈哈哈 这没有違反法律吧 对 那 这个东西呢 其实 是有法规限制的 没有说不行 但是问题是 你不能当公司的CEO 所以 各位看到未来我不会是CEO 如果我当CEO的时候 就代表 各位已经上不到我的课了 因为 因为我 我得要辞职了 OK 所以 不只不能当CEO 什么董事会 什么之类的限制 还有一大堆限制 之类 那 所以我们会照规矩来 那 我会先在我自己的 ccc.nqu.edu.tw 网域上面 先示这个系统 第一个使用者是谁 当然就是我自己 你自己写的程式 自己都不用 那 谁会要去用你的程式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一定是第一个使用者 所以你不要常常去写那个 说 哦 这个很高大上的 然后什么程式 但是问题是最后你自己都不想用 那 这样子 这样子 其实 就我们的经验而言 那是 那是走错方向 OK 好 那第二个是 我们就开始 我就开始想说 我该怎么做 很快 很快 其实这个早上花了五分钟写出来的 那 第一阶段我就自己用 那 稳定度都OK了之后呢 下学期出的时候 各位现在不是一大堆人用Gitbook 哀哀叫嘛 对不对 实在太难用了 我 其初还觉得还不错用的 越改越难用 所以呢 我就决定 好啦 那我不当 我就直接开放给各位先封测 人家游戏有封测 我们这个网站也来试封测 那 不会万人封测啦 就 我们的学生封测就好 那封测完之后 我大概就知道说 大家有什么问题 你们就告诉我 这个很难用啊 这哪里难用啊 这个烂得不得了啊 你们都直接讲没有关系 然后呢 我不会扣你们分啦 放心好了 那我回去看 是不是真的需要改 改掉 那改掉 那到了一定程度 你说有50个人会用的时候 会觉得 诶这个 这个还可以用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 开放给所有网路上的使用者用 那所有网路上的使用者 都可以自由注册来用啊 那就 就登录一下 就可以用 那可是接下来就是 制度的问题了 因为 因为 我不能当CEO 对不对 那我 我如果要经营这个网站 那怎么办呢 就是 我不能当CEO 反正要照规定来 那我就得要 经营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会有钱的问题 你没有钱的网站 那就是公益网站 这个 这次我不做公益 我之前编杂志都做公益杂志 现在不做公益的事情了 我们直接使用商用 那所以 第四阶段我就两套系统并行 一套还是在我的CCC.MQ 里面 那这套是免费的 但是呢 这套 因为不是商用的 那我只有一台主机 就那台 那台挂掉了你的资料会不见 所以我会直接告诉大家说 请常常备份你自己的资料 对 那当然它会比较 比较不安全啊 比较可能会挂掉啊 可能 之类的 因为没有付钱的东西 就 比较容易这样 因为你不能够用 用更多的备份 更多的成本 去做这件事情 那再来 另外一套呢 就架在外面 那 谁会进营运呢 我不知道 看我到时候 到底是 到底是 呃 经营者是谁 那就 由他们去处理 那我还是会 持续的去 去维护啊 写这个程式 OK 那如果到时候 经营者他已经有团队可以接手的话 那或许 大部分由他们维护 我就 只负责 比较 比较一些新的 新的 技术的开发之类 那 当然如果 没有的话 我还是得自己维护 还好 我觉得维护这个 对我来讲 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 不是很大问题 反正我的兴趣就是写程式嘛 写程式 写程式 你总 总会希望有人用 好 那可是这个 我其实上次有跟各位讲过 其实 我不只 我用这个模式 其实不是只是在做书 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写书这件事情 可以延伸到非常大的领域 那你想想当初其实 就是 Google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你打了字之后 可以找到网页的东西 就这么简单 我们不是给各位claw 我们给各位claw的程式嘛 爬虫嘛 搜寻引擎怎么做 好 我们上次不是告诉各位那个 呃 用 用那个 MangoDB 其实它里面就有关键字检索的功能 对啊 这两个合起来不就是一个搜寻引擎 只是你搜寻的量 没有Google那么大而已 所以 其实商业网站不见得它的功能一定很复杂 Google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其实不可 很复杂嘛 其实我觉得它做的太复杂 它应该再做简单一点会更好 它一直在强调那个互动性 结果到最后那个互动性搞得 你要去编辑变得很难 我觉得它做错方向 ok 所以 一样的 但是 我们现在 我试图 上次我跟各位讲过那个 呃 门南索的李中汉老师有没有那个 那个问题 他们碰到的那些问题 我发现那个东西可以合进来 你就把它当写书 但是资料库已经建好 你一边写 资料库就一边建 那一边建好之后 你就可以搜寻啊 你就可以管理啊 你就可以查询啊 那你就 就可以做培训啊之类的 很多事情可以做 如果结合统计图表 那这个 这个就放在进阶版里面 你如果 如果要做商用的肯定是要有一些利基嘛 让人家愿意进来商用 这种进阶功能全部都放在商用里面 再来 那 人力银行模式 这是因为我们有一组专题同学 他们 他们在起初的时候 我就建议他们说 那你们要不要试试人力银行 所以他们现在专题就做人力银行 但是 我是完全没有看他们的东西 有 有跟他们讨论 但是我觉得 就是我没有用他们扣 那这个人力银行模式其实一直是我在想说 你如果可以把自己的履历写成一本像书的东西 其中一页就是你的履历 其他的可能是附件之类的东西 那同样的 你一个公司也是一本书 一个人的基本资料和履历也是一本书 中间你就可以做每一盒 这每一盒其实就一个MangoDP里面放个表格 做连接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其实 光是以书籍的模式 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延伸 想办法延伸到更多 那就包含网制 很容易轻易做到 投影片应该可以轻易做到 资料部 这部分稍微难一点 人文工商资料服务 这些会稍微难一点 那另外商业版可能就会有 支援Git的上传和下转 这对某些人来讲会非常重要 你总不会想自己一个一页一页慢慢存 一页一页慢慢存 你就会觉得很难用 可是你已经用了 那你可能就会希望说OK 那我可以整个上传下转 那基本版就没有提供这种功能 然后另外电子书就可以直接贩售 Gitbook上面其实电子书就是可以直接贩售 但是我猜Gitbook可能真正付费的人不多 所以这里可能商业模式还会有一点问题 像你看这个Gitbook上去 这里有Read 这里有Download 然后Unload这边 那如果你在你的设定上面 选择要付费的话 设定上面选择要付费的话 付费的设定在哪 我还几乎没有用过付费的设定 那他就会直接就是你付费之后才可以下转 OK 那所以大致上他们的模式通常是这样 那这个 然后所以我早上就在写这样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风险的 不过2000年我们都经过这样的问题了 也不怕再来一次 所以 那主要是像今天早上我就碰到那个 昨天就看到这个消息 然后又看到一些其他影片 然后想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 差不多了实际成熟可以来做这件事 好 那 呃 结果就有一堆 网友来 来讨论 那 基本上我就干脆开了一个社团 那就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 以后可能这里就是直接放在Booktime上面 这也是一本书了 你的 什么样的旅行啊 什么样的创业啊 你都可以写在这里面 OK 那现在当然只有一个贴文 但是呢 目前有106个成员 所以好像有一些朋友是有兴趣这种东西 好 OK 那这就是我今天先跟各位分享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到底要告诉各位什么 就是 你不要只是学了程式设计 就亮在那里 把它用出来 你现在才大学一年级 如果你大二就可以经营自己的网站 你又为什么要怕 我出去找不到工作 你们这一代其实有立足点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大家自信心已经没有 那才是最大的问题 没有自信心 我们讲破了 没有用 我们是 是 已经过去的那一代 但是 既然这样 我们就自己来淌这个浑水 那个 怎么讲 都没用 自己来淌浑水 对 有一个问题 有人在说 你这样是不是在利用学生 我告诉各位 我完全拒绝任何本校的学生来加入我的团队 好 因为 你一定要这样才能切干净 OK 你不能够说 OK 我这样好像利用学生 各位如果了解我应该知道 我从来都 都 不会叫学生做什么 当然 我会叫你要交作业 除此之外 我不会叫你做什么 那 我 我比较喜欢自由派的 所以我不希望有任何的利益关系存在 但是一旦 但启动这种计划 就会有利益关系存在 所以我得拒绝 任何本校的学生 来参与这个计划 好 那大概是这样 好 那我们就 开始 你要口试的 准备一下 先休息个 五分钟 五分钟后开始口试 好吧 好 谢谢